刚刚有一对领养狗的客户 请问我有没有宠物沟通这一块 我可以透过他们录音 我帮他解读这个狗 刚刚从影片看到这只狗狗的话 这只黑色的狗 他应该是个流浪狗 然后在流浪的过程 其实可能被人家给打过 欺负过 人类伤害过他 所以呢 头的部分有点受伤 那就会有点像人一样 有没有脑筋脑震荡过 然后脾气情绪来的时候 大脑就乱放电 所以这个狗其实会有点状况的 因为这只狗呢 其实他是听得懂人说话的 他很聪明 然后因为他最近一世其实是个人 然后他吸过毒品 然后吸毒导致他的脑子坏掉了 那有点电态跟精神有问题 所以呢 他就会伤害一些女人 或是小孩 或是动物 然后强奸他们 甚至于把人家监视这样子 所以当他失望以后 他投胎来当狗 那他刚拱的时候就会变成 需要流浪 那流浪的过程会得到皮肤病 会让他身体糜烂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些被他强暴杀死的 不管是小孩子 小姐妇女这些 还有被他奸杀的动物 就会有点神气 我为什么在探阅这只狗的东西这样子 他们其实一直在这里听着我说话 所以一直让你的画面是在震动的 但是我现在想跟你们这些灵魂说 其实他也得到报应了 然后当着狗 他们打断我的手话了 因为他们觉得说 可是呢 他现在被这两个群女收养了 然后他们对他很好 把他当宝贝照顾 让他过非常好的生活 那他们算什么呢 可是我想跟你们这些被奸杀死亡的灵魂说 他们两个其实就是 因为有爱心 所以呢 觉得流浪狗很可怜 所以收养他 并不是说 要介入你们之间的因果 不要一直生气 请你们不要一直生气 让画面一直动 一直抖 这样子我的电脑会不会坏掉 你们不要生气 你们宽恕他 然后他现在得到报应了 他就是狗 他当流浪狗的过程 身体都受伤了 现在头也被打到有受伤的情况 所以你们应该宽恕这只狗了 宽恕这只狗 不是要你们不要再报仇 其实我想救你们 救你们不要再受苦 因为你们怨恨 他强暴你们 强奸你们 把你们杀死了 那你们其实都是在当能量 那你们当能量 其实没有人可以看见你们 只是你们觉得你们在帮护这只狗 事实上是你们自己在受苦 有没有 你们这样子只是能量振动振动 那好像我看得见你们 我知道你们真的在受苦 所以其实我真正想帮助的是你们 所以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不要再生他的气 然后也看到他得到报应了 其实你们可以因为你们的信仰 像你们曾经有相信上帝 宇宙之间是有通道 可以有光束的 你们进入光束 到上帝的身边去 然后到天堂去 然后医治你们的灵体 医治你们的灵魂 然后不要再当鬼魂 你们觉得好不好 如果你们觉得好 真的得到我的帮助 离开这只狗 你看这只狗去重生 也许你们可以到 天堂得到医治 也可以重新去选择 你们要去哪里轮回 然后重新来到这个人的世间 不管是来当人也好 或是当动物植物 都是一种 拥有生命形体的部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在提示的时候 电脑就没有放得那么严重 可是其实他们 还不很原谅这只狗 而不完全的愿意离开 虽然我说的他们觉得很有道理 那这个狗根本听不见 也看不懂画面 可是狗的新主人 应该知道狗的状况了 所以要小心 不然这个狗 他其实现在是狗 但是他的前辈子是个男人 然后是个很爱强奸人家的 所以可能会很喜欢对人 比如说用他的舌头 去填主人的身体 或是会用他的鼻子 去磨蹭人家的下体 或胸部 所以新主人 自己照顾这只狗的时候 其实要自己保护好 自己的身体 尤其被他害死的这些灵魂 要我提醒狗狗的新女主人 至于这些灵魂 愿不愿意离开 我就不知道了 新主人是有信仰观信菩萨 也有信仰上帝 那请你们就为他们祈福 然后祝福这些灵魂 能够放下愿 然后离开 那这只狗就会越来越安定 因为其实这个狗 毕竟他其实被打得有点受苦 但是跟人之间是有点距离的 可是呢 因为你们对他的爱 这个狗会慢慢的被教育好的 可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潜似因果 这样子 应该这样解释 你们的爱可以改变这只狗 我相信也可以化解 这些被他见杀而亡的灵魂 但是他们当时这只狗是在欧洲的国家当人的 所以这些灵魂其实都是欧洲的生命 那他们其实 我这么说的他们不见得马上就接受我的说法 可是你们可以的话就帮他祝福跟祷告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只狗 会把你的离我他的那本树咬烂 应该是这些被他献上而死的灵魂 不愿意让你们来找我问这个狗的问题 他才是小狗 他才是小狗 你最多 你最多 就搞成这样 好那你要问这个狗什么问题 他会道歉吗 不会 他会道歉 他不会道歉 他不会道歉的 他如果会道歉他就不会变狗了 所以他那个时候还是觉得他没有破误 然后我本来是想说就是要让他知道说 哎你不对啊就是不管什么样子 你自己做的事情 那你要对着他说 不管是你觉得自己没有错 还是被你弄受伤的人 觉得我就是要报复 那其实上帝他都准备了祝福给大家 只不过这样子就没有办法领受 可是被他害死的灵魂说 你不是上帝 我不是上帝 那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 好啦就是我说的是圣经嘛 那圣经基督教是说是上帝所说的话 我们就会用圣经来介入这样子 然后这些鬼魂说 难怪你会那么道歉 这是鬼魂说的 他们说你很善良 或你很有安心对这只狗 可是这只狗对他们的残忍故事 请问如果你是他们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如果我是你的的话 我也会觉得都没有人听我诉说 然后我刚才的事情 没有任何能力 能够披克一下你的痛 而且重点是伤害我的人 不够 我觉得没有要搞错 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趋力 你自己都是心理智商方面 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现在我把问题丢给你 你就可以知道 同理心知道 这些灵魂手受的苦 他们被这个 这个曾经世人的狗欺负 那现在你说养这只狗 然后这只狗 有时候就会常常去 就是常常对你射一下 比如说可能会去 侵犯你的胸部 侵犯你的X的地方 然后如果他身上有续静 然后跑进去你X的地方 造成你的怪病就死掉 那就是他们对你在做报复 我讲的你你听懂吗 我觉得他比较听懂 就是可能觉得我 没有办法对他们感情深受 对他们来说 他们受的毒我根本没有办法吃亏 所以就是站在位置不同 会始终觉得我不是你们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说你们的动物 对 所以呢 你就觉得 你对这只狗他好可怜 你就要对他好 你越对他好 这些灵魂就要让你走向那个未来 不想要你对他好 他们要报复他 可是这样子 这就是因果 夜报 每个都有犯错的时候 所以这些灵魂才会说 他们要让你感同身受 比如说 那个 女孩子之密处啊 如果明难啊 如果生怪病的 或是被劝杀而死的痛苦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这只狗犯错 那你没这样子 你看 他们等着再死 请问你养这只狗多久了 我报一个月 对啊 他有没有常常突袭你的咪咪 这些鬼魂说的啦 说他现在投胎当狗了 他的本性还是没改啊 嗯 那就教育啊 我的想法是 就是现在 我养到他了 教育你这个坏蛋 所以他是母狗 对不对 对 那这些鬼魂说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会投胎当狗 而且是母狗 他如果这样子在流浪啊 有时候还会被流浪 流浪的人抓去强奸 所以这只狗 为什么会得这种怪病 嗯 对 他有得皮肤病吗 有皮肤感 对 有喔 有 对 你看现在他 现在是有点动血状态 说你不对 看 就是这样做了很不对的事情 就是他本来的生命 他会走的 他现在当狗 可是他还是没有改变他那种色相的 那种色的习性吗 看到了 不管男女还是会扑到人家的胸部去 或是有时候会往人家屁屁那边去闻 所以他还是没有改掉他的本性 所以他当了狗 他当狗是流浪狗的时候 就会变成 有时候可能会被流浪汉抓去强奸 有没有 因为流浪汉没有钱去嫖妓 他知识字母狗 可是却会被人强奉 那为什么 因为这些灵魂 因为我现在在翻译 这些灵魂就听得懂 你看 我在帮灵魂翻译 这只狗就变得很安静 我懂 你在讲有没有 你讲都是为了这个狗的大理 然后那些灵魂就有点让他上升 就有点在反弹 但是这些鬼魂也觉得说 你不知道被强奸 被打死是件什么样的事 你没有经历是不知道那种痛苦 当然我不是当时的 我没有办法 体会你的痛苦 那还是你们觉得这样欺负跟抱负 真的让你们觉得有出在一口病 然后觉得 你怎么说他们鬼魂欺负他呢 你刚刚是说奇怪 然后这些鬼魂就说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 他们是被他奸杀 然后打死的灵魂 那就是因果报吧 所以他们会让他得很奇怪的皮肤病 那你们养了他一个月 你们这个月都OK吗 嗯 不是很好OK 他在家里会乱咬东西 乱蛋东西 然后会把家里 就是地上的东西 然后可以养 全都破坏掉 因为你说要收养他的 所以他的鬼鬼就有进入你家 狗狗的 业障的生命灵魂 就有办法在他身上捣蛋 就让他现在乖乖的 如果灵魂在他身上 他就会突然失控的捣蛋 这很鬼叫从来那样 后面几乎每天都在从来那样 嗯 就是其实也真 让我们两个有点 筋疲力尽 可是这堆被他 强奸杀死的灵魂说 这叫你们的活该 这就是你们爱心用错的地方 这是一种报应 你们知道他们多受伤吗 他多残忍吗 这一次当狗 就代表说 他其实对于上辈子的报应 已经在他身上了 加上他在那边流浪这么久 然后又遇到过 这么多狗 让他受伤 让他被打被揍 干嘛之类 种种之类的 也是一直让他在做苦 所以被他害死的这些灵魂 问说 请问你现在是羊肉翁吗 不是羊肉翁 在帮他审判 我是讲说不是 是因为他得到这种报应 我是觉得说 因为他这一辈子 他投胎过来 其实相信他也不知道 他刚才是干嘛 他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的话 我想他应该做 他要该做的事情 该怎么去跟他道歉 可是像刚才讲 他不会道歉 第一个 他不知道 而且他继续在做那种 侵犯人家的胸部 侵犯人家的内部 那为什么你们只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们领养他有晶片那种 还没 没有晶片 哦 原来 我想说 他们说 所以你就不要介入因果 反正又没有出入地片 所以你们不应该介入他们 之间的因果 好 好 头的那高一点 好 好 脖子 那个脸有拍到吗 我看看 到鬼鬼的脸嘛 他脖子有影像 你看 有没有 皱眉头 对对 眼睛有没有 皱眉头 对对对 就是感觉他一张的感觉 对对 这个女鬼 有没有 看到他对脸吗 有有有 有没有 那个位置 有一张脸 有没有 嗯 他被他闷死的 有没有 嘴巴闷死 有没有 嘴巴闷死 而且不只死一个 一个两个 好几个有没有 嗯 他们家祖先还蛮有意见 你们家祖先结婚 你们两个 要结婚不结婚 还在浅不够 还没结婚 然后就去做爱心养狗 做爱心干嘛 你们自己要不要先管好自己 就是你们两家都有祖先 那些蜡烛现在念你们这样子 就是你也没钱我也没钱 然后我们还在做这种事情 就是只有营养的问题 对 对 我的感觉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是 要我们不要介入 放他自己去 放他自己去承受 他该承受的报应 嗯 就是我们 可能就是不要再介入他 爱心是没错 可是爱心氾难好像就是有一点过头 嗨小贼你看我 嗨 闭上眼睛 专注力在丹田可以吗 你知道我的方法 我要带你跟他的 杀害的灵魂 我已经感到悲荡了 所以心理空白 头脑空白可以的吗 嗯 好 他强奸杀死了多少人 二三十人 嗯 他们每一个人的样子 请你形容出来 请你陪他们一个一个去看他们 怎么被这个狗 曾经是人的时候 怎么杀害他们的经过 在街头 这个国外人员 嗯 然后上海车车 第一位 晚上 托克朗鲁登 就是这样在晚上的地方 甚至是在街上 有追逐 一开始是跑 还是被抓住 因为已经很晚了 事实发生在路边 人行道 就是狗要顺清 受害者 受害者掙扎 狗呢 感觉是失控 就像狗这辈子 用舌头浅人一样 他这样子 舔着受害者的脸 受害者的脸 当然是掙扎 就是狗 左右反动 然后狗 就是做完爱之后有点累 然后脑子也是很不清醒 当然他在那辈子是个男人嘛 对 然后他 狗 稍微在原地 停留一下 受害者跑 跑了一段 狗起身去追 受害者叫狗 他受害者叫 让你潮行的 不见鄰居 所以狗抓住了受害者 然后就拉到右边 右手边 好像一块空地 然后然后打 所以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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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受害者 没有声音到没有声音 然后狗呢 好像疤风刺的 把这个人打死了 狗听到你有嗑尿耶 所以这个第一个 愿意让你看见他的整个死亡过程 怎么被这只狗 曾经是人 强奸而死亡的过程 时间点 他有愿意原谅这只狗 有得到我们的帮助跟着上帝走吗 嗯 其实这个受害者 他在那一次的个性是很单纯的 他觉得 有一个机会可以诉苦 终于有人可以听他说话 然后 其实他 讲完之后觉得 都比较舒服 然后 他觉得谢谢我们 然后 我会想到你对不对 可是我会挺大的 但是感觉就是 嗯 他觉得谢谢我们 然后 他好像没有要再追做这件事情 那他如果可以得乐离苦 他去了哪里 当他宽恕了这只狗 这个女生的灵魂要去哪里了 我明白要去哪里 嗯 还是还在这里 还在狗的轨道 你有答案的对不对 嗯 没有答案 好 因为呢 其实这个女的根本不想原谅他 嗯 如果照理说 你刚这样子 去经历了 这二十几个 其中第一个 愿意让你看他怎么杀害他的过程 他愿意原谅他了 你就会看见他跟着光束走 嗯 这个第一个被他杀害的灵魂 你继续跟他沟通一下 可是 他并没有选择要离开这个狗 对不对 嗯 好 那你要不要 继续看第二个怎么死亡的 他要让你去看吗 像你们啊 两个认良的这只狗 然后你们 觉得知道他 曾经杀了这么多人吗 那你们想要 帮助这只狗 解决他 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啊 可是啊 也要他们愿意啊 所以 你们要继续解决下去吗 用第一个就不能原谅了 所以要继续沟通下去吗 因为第一个就都没过 等于说第一关没过 等于说第一关没过 你后面几关就算 后面十几关都过了 还是没办法 然后你刚刚看了他第一个杀人的整个经过 嗯 你的感受是什么 这些鬼鬼尿我这样问你的啦 错外者都是无辜的 就是 听起来是一个随机 随机半岁 然后 然后狗就是 我想你今天之所以 是狗啊 就是因为你没有人 那样的知识 所以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思考对跟错 搞定你做坏事啊 可是他在那辈子不是狗 强奸他们啊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样的知识 来来来 你有点搞混了 对不对 他现在为什么是一只狗 因为他前世杀了人嘛 而且是强奸人家嘛 那他为什么现在会变成一只流浪狗 因为他都是奸杀人家嘛 所以这只狗 他是母狗 所以他下面那边是整个被咬到 然后甩一甩 烂掉 然后才变成流浪狗的嘛 嗯 啊现在你领养了他 你也想帮他做解决 然后所以在 你 现在看到 他杀了 22个或23个人 反正就是呈现的 觉得 只要狗自己开心就好了 别人拖到宠 我就没关心 反正我就单在开心就好了 反正我就单在开心就好了 然后就这样搭了你 是一种 就是杀狗你 撞狗 看 你们两个都为了存情要结婚了 为了这只流浪狗 你们 对啊 对啊 在那边忽敌台湾来讲 然后现在都在帮你沟通了 人家被他杀毒的二三十个 第一个愿意让你看见死亡过程的 都不愿意安量他了 你两个要有智慧继续这个 他当人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智慧 就做他自己开心想做的事 高兴做什么做什么 其实这次当狗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 高兴想吃 他就是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吵得很深调 或是不高兴的时候 就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其实这一次跟上一次就是 如果真的要我看的话 每一所分别 都是他自己高兴想做什么做什么 完全不在乎人家的感受 所以也许不原样的原因 可能是 他根本才没有知道 他根本还不知道他到底哪里错 就是一个渣耳的女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错在哪里 因为他觉得他爽 因为是你的爱心 要领养这只狗 所以你要帮他解决你自己看乐吧 因为那种画面对我来说 我觉得好残忍喔 嗯 嗯 继续阅读吧 那第二个被杀爱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经过 第二个是在女的 上次比较好是男生场 嗯 是个男的球场 其实他们是从外面 决定进来的 也就是学校 我们学生下课之后 发生了事情 学校已经没做 那边是个男生 嗯 嗯 这个男生年纪很 嗯 比这个 担害者小 受害者要跑 跑不掉 所以就在室内的 篮球场 被抓住 然后被扑倒 小男生觉得很恐惧 非常害怕 叫 可是被露出嘴巴了 大害者 受了 小男生 受怕 受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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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者小男生 是蛮害怕 但是因为 大害者打了点大力 大害者说你在表 你试试看 小孩子开始闻 受害者的身体 小孩子对于做这件事情呢 他觉得非常的兴奋 所以他连男生也跟他强暴 就对了 嗯 那他被强暴 为什么会比较 将害者 其实 不被放过受害者 因为将害者 只要他 性侵了 那个有受害者 他几乎都会灭 就是他们不肯与压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都在 一个极大害怕 极大不去的情况下死掉 他们是带着这种情绪 死亡的 所以肯定会很重 对 嗯 将害者在满足自己之后 对于做害者会灭 所以请问你这个领养 这只狗的领养人 你这么有大的爱心 看见 这只狗在前世间 杀了这两个生命的 死亡过程 现在你的心中 是一个什么想法 请你看第三个 症命是怎么被杀死的过程 嗯 在学校的教室 都是国中生 国中女生 然后是从下午开始的 校的 休一堂课 下课中打了 然后大家都 大家就下课 如果受害者 还在教室里面 大家都走来 在教室里面 看你中外 我看了受害人之后 其实就已经看到加害者 看到加害者 看到加害者 从股下母后走进来 受害者 当时也觉得 嗯 怎会有人在这时候进来 想说 也许有危险 你可能会 先出包 等会要离开 在柔梯间 碰到加害者 当美门超生了过的时候 加害者 突然的 压倒受害者 受害者 受害者觉得厚 因为他很用力 受害者说你要干嘛 说放开我 其实 受害者 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用力 想要挣脱 但是 加害者的力气很大 加害者入住了受害者的头 然后加害者开始自慰 但是就闻 受害者的身体 闻完之后 就开始契听受害者 受害者 受害者非常的很好 也很小心 呼气 但是加害者看到受害者的呼气 非常的生气 想说你这样子 就被别人发现了 就开始做受害者 他会特别喜欢打脸头 然后还有脸 拉着受害者去撞 打肚子 一直打脸板 然后死掉了 尸体就是这样子 在了时间 但害者就 满足了 你在学校 你现在 你理解到什么 所以说这辈子自己 很老是这样的 被人家打脸 大概就是它上面 你太打脸了 受害者的身体 其实是被任意的使用 而且也非常的不尊重受害者 他的尸体就是这样子 一伤出疹的 代表可以肩 加害者 始终没有觉得 这样很安歉 另外被杀的人 希望你赶快 说他们怎么被杀死的 他就会安静一点 继续受害 我想问一下 第二个第三个 有要原谅他吗 你们说呢 如果没有要原谅 其实我觉得 后面不能再看 也许这辈子他 用他的身体 去感受 那些受害者所遭遇的痛 可能还没完 可能就原谅了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那些受害者的那样的痛 这辈子没有办法感受 那这辈子呢 是一个因果关系 那这个果呢 这辈子 自己呢 就要来承受 主要其实就是 加害者不愿意承担自己的果 很棒 主要就是加害者不愿意 还有就是 加害者现在投胎 当这只狗 然后他当幽浪狗 然后被咬的那样 然后你这么有爱心 收留了他 继续说话 其实上帝的诚犯 不能就这辈子当狗 其实他这辈子 原本应该要承受的苦痛 生起的苦痛 也是属于上帝诚犯的一部分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刚刚说因果啊 这果呢 如果没有接入 那就是 他必须要承受他未来 所以你 你的爱心 介入了别人的因果 所以你因为这个结果 所以现在要在这里花钱 处理他的事情 还要承受他在家里 还要在家里承受 他对你们所做的一切 嗯 好啦 因为爱 可是你的爱化解得了 这二十三四个被他 剑杀死亡的灵魂吗 听起来是 他们还是很坚持想要 使用自己的方式 然后让他承受受害者的苦痛 然后 不过 就不管怎样 最后还是希望那些受害者 就是在他们做完了 他们想做的事情之后 很得乐理 最后啦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再偷拍 然后过好的日 让他们觉得 就是他们做了他们的事情 或是他们觉得 已经聊了英国 请问你看了几个人死亡了 三个 好 第四个怎么死亡的 我是觉得 我现在也心里有很感觉 不要浪费时间 我觉得 那他就把他送回东坞了 但听起来每个狗都有英国 每个人都有英国吧 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英国 等一下我遇到狗狗 他的家 他的主人就问说 他要了解这只狗 然后这个狗就 他最近一次次的小姐 然后很小姐脾气 然后因为吸毒 然后就去跳楼自杀 所以他的爸妈就觉得 是精神嘛 比你这三个小姐更好 然后他莫名其妙 就因为被父母骂这句话 他就投胎当狗 每一个结果不一样 不能说英国这一句 所以你现在讲说 有些狗很稳定 有些狗很乖 那是因为可能 就是属于个人的承担 那并没有牵得到 像这只一样 牵得到这么多人的生命 然后请问你要看第四个 怎么死亡的 还是你明白了 懂了吗 就是 应该就是让这个英国他们自己去 自己去清化 让他自己去清化 让他自己去清化 所以你今天来找我的 目的本来是为了这个狗 要去解决他的问题 本来是希望 就是事情能够明白自己的错误 然后至少要觉得自己不对吧 好你问他 你问这只狗 你有听到后世吗 你有听到后世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明显 狗 你知道你前辈子 奸杀了这些人吗 回应一下吧 不知道 你怎么打人家 好没事 你怎么打他 他前人啊 我告诉你 他是这只狗 我们问他 他会回答吗 不会啊 对啊 那我的专业里面 当然你的诉求就是 就是你饮了这只狗 你想去帮这只狗 你想继续养这只狗 你想解决他的问题 你也看到了他 杀了二三十个人 人家排一排 对不对 好那你也愿意帮忙吗 你一个一个看他死亡 你也看了几个啊 三个 啊请问这三个 愿意原谅他吗 他们没有愿意原谅 他们的恨很大 爸爸那你假用 他有可能 承担你 你的 辛苦 你自己都不建议 承认自己不破 那你要自己承担 你懂了 你懂了还是要继续看第四个怎么死亡的 我不用多 嗯 太多 因为我开始以为只有三十个 有三十个 这个量太大了 这二十几个要我问你一句话 请问 如果你是他们其中一个的死亡过程 我觉得要原谅会犹豫 因为我想要得到道歉 这谁还要道歉 这谁还要懂 因为不懂才懂 那因为 对 还当个流浪狗 还被咬下去 嗯 那么严重的伤 总之就是请问你们跟这个狗 相处一个月 你们得到了什么 可以他们问一问吧 就是 我们损失了什么 再会比较清楚 哈哈哈哈 其实我如果 所以这一个月你们损失了什么 哈哈 时间跟金钱 还有精力 啊所以现在的结果 你现在决定是什么 就塞工作了 决定会送回去 然后这些灵魂叫我这样问你们 你们一下 因为你们这个约对这只狗的照顾他们 其实也有介入你们的身体 跟生命轨道 对 所以你们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好 你们两个都闭着眼睛 穿助力在哪里 请你离开刚刚这只狗跟这些被杀害灵魂的前世的时间 请你灵魂回来可以吗 他们要离开你们的轨道知道吗 这只狗是我们自己不是很清楚 不了解 对咳嗽 这只 这只狗的过程 而我们就滥用爱情的去领养方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介入你们的因果 那也请你们离开我们的生命狗道 那我们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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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吐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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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知道 清乾淨 清乾淨 去吐乾淨 然後要一直道歉 說對不起 我們的愛心介入了你們的因果 對不起 你的身體反應怎麼樣 你的身體會晃 晃了多少次 我剛剛晃了四下 你跟他們謝謝吧 謝謝他們寬恕你的五值 沒有你的愛 所以那些他殺害的二、三、四個人 你還看得到了嗎 沒有了耶 嗯 從領養這隻狗到現在 你理解了什麼 明白了什麼 我就是覺得為什麼 選的狗會選到一個 有這麼熟的因果的狗 就是有聽過我指的白白癡 我會選到那個癡癡 然後再來是 部分是我的脂肪 那我覺得 有時候看別人的這個 我就說自己安全 就我原本想要幫助 想說給別人 其實這個 並不是我的一個方針的 我竟然是最適合的方針 任何能力要被幫助自己 就像是如果 我們要幫助他 可是他不需要先幫助自己 那我覺得他還沒有開啟這個辦法 那你自己理解了什麼 理解了愛心比較濫用 但我還是問你答 為什麼不領養他 為什麼不領養他 嗯 這個我也覺得不領養 因為 我們一開始 有一次想要去領養狗 找了很多職 也看到很多 但是不知道 首先沒有會挑上他 不過我覺得 如果這是老天爺的安排的話 他就是在告訴我 嗯 我覺得他一直在教育 我們要先把自己的問題 處理好 管理好之後 有多餘的心力 有多餘的愛心 但我不是這麼想 我們有多餘的能力 可以去處理 但是現階動我們 這可能是多餘的能力啊 不是多餘的能力啊 這隻狗自己不願意讓人家幫他 你在管他做什麼 就像剛剛告訴我 你都自己沒掛好自己人 你管那麼多事情幹嘛 你們兩個都幾歲了 三十 三十 懂嗎 你們祖先給我問你們說 你們兩個都幾歲了 就是你們自己本分該做的事 都沒做好 怎麼就那麼有能力要去照顧狗 然後還要去幫狗解決冰狗的問題 然後狗狗被殺死的那些靈魂 那麼可憐 人家誰願意原諒這隻狗 然後如果他沒有這麼糟 他自一天怎麼會是隻狗 懂了嗎 懂 現在民國幾年幾月幾號幾日 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七日 嗯 你的嘴角右邊剛抖了幾下 臉有時候會站抖幾下 是為什麼 不知道 專注在你抖的地方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你會抖 為什麼 因為有個人嗎 嗯 長怎樣 有個人在我的左邊 他為什麼會讓你的嘴角抖 為什麼會讓你的臉抖 為什麼會讓你的嘴角抖 因為他之前很瘦的 已經瘦到很像孤魯了 嗯 似乎是我現在服務的個案 有一個個案是心皮還是腳毛 他是從他身上來的 他為什麼會在我旁邊呢 是不是覺得我對這個個案 你勝負太多呢 請你跟他說 他說抱歉 因為我就是 這是我的工作 我不是有意見到你的目的 這就是我的工作 那我的工作 那我的工作 並不可教我的個案工作 那你對工作 把你這輩子 小時候到現在吃的胡燥水 全部吐掉吧 在工作的時候 工作 請主乾淨 嗯 繼續說話 工作要做得好 並不是只有建議 好啦 你們好像還是有好報的 當情緒 還有情緒上有解決嗎 總之呢 你的臉為什麼會皺一下皺一下 為什麼你們會去養這隻狗 因為你旁邊有這個 你讀到說做 倫理小麻痺的靈魂 為什麼會有它 它是你副導的個案 喔 你是一個服務的人 你是工作 所以你讓那個個案 所以讓個案 他就不開心 只是那個 旁邊那個黑黑的男人 他就不開心 我就是覺得應該要怎麼 你這樣對嗎 但是就像 這是你的工作 可是對這個 坐羅里 小麻痺的 他讓你那個 個案是這種病態 他沒一定的 他沒因果故事 知道嗎 可是我是以工作為出發給他 嗯 對啊 這是因為你們在了解 為什麼你們去 領養狗 會領養到這隻狗這樣去 但是其實這一點是 就是你們去領養狗 大家會選擇這隻狗 有一部分是 對 是這個坐羅里 它會幫助 你們去選擇 對 對 也就是說 有一個起頭 就是你們 想要去領養狗這件事 第二個就是 你的工作上 你在補打一個小兒麻痺的人 他會小兒麻痺是因為他的鬼 帶著這個 小兒麻痺的靈魂 所以造成 你要他越來越好 所以他讓你們去 想要領養狗的時候 去領養他這隻狗 嗯 懂了嗎 懂 你都不吐都我換你吐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幫我 natürlich 不吐摹 你不要